南投县政府预计将争取4500万元的经费 来改善锐龙瀑布周边道路以及景观 于是县长林明珍在公务处长陈锡吴 县议员蔡宜柱吴瑞芳 以及相关业务同仁的陪同下 来到平鼎礼集会所 针对头52县及149县道路改善工程 召开说明会 希望能振兴当地的观光 为了要改善通往锐龙瀑布的主要道路 县长林明珍特别编列4500万元的经费 针对头52县及149县道路 准备施行封层及周边景观改善 并在今天举办说明会 包括县议员蔡宜柱吴瑞芳与当地民众都到场聆听 林县长表示 头52县是通往锐龙瀑布的主要道路 由于将近20年未曾整修 而为了要配合观光发展 县府特别争取4000多万的经费 准备重新铺设 并对沿途景观加以改善 希望提供给游客一条平整的道路 这三县平定里 这个头52县接着头149县 因为头52县这条路线 有来到有一个锐龙瀑布 可以说是一个景观 非常漂亮的亮点 所以头52县这条路已经差不多20多年了 都要重新整理过 我们为了要配合观光的发展 跟观光的市集 还有观光客来 交通量的阻碍 所以我们这条路 我们管政府有经历 他有4000万的经费 要重新来把它铺设 还对沿路的景观 都重新再打造 路面都能够拋出轰盏 要让一条真正平昌的观光道路 跟我们的锐龙瀑布 所以今天来我们电影 整个摄影会给我们乡亲了解 我们这个锐龙瀑布 不但整个景观 真的漂亮以外 我们这个沿路的道路 我们也能够做到一流的路面 让大家来观光客来这里 感觉到这个是观光的好景点 我们管政府 在这条路 导致4000万的改善以外 我们对锐龙瀑布 我们管政府也筹筹 数千五百万 要在锐龙瀑布 高高低低这个步道 都一直要来做一个景观步道 来让大家来走 像我们清静的高空步道 让大家直接走到锐龙瀑布 让大家来看锐龙瀑布 真的平坦的道路 让他们来行走 包括给我们的残障 都买到来这里 所以我们要改善 这个观光的景点 可以更亮丽的 所以管政府 一直筹筹经费 一直改善我们的观光景点 让这个吸引更多的人潮 来我们得三剃头 来我们得三消费 而县议员蔡宜柱 吴瑞芳也表示 非常感谢林县长 对于竹山地区发展的重视 希望这条道路 能够在年底前 尽速施舍 一力当地观光发展 虽然目前 约有两三万名游客到此旅游 也希望未来 在道路整修后 能够吸引更多人来这里玩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林县城管长 尽对我们竹山顿 我们的白丁里 道路的经过 只要有四公里 对我们水地的路口 来到我们水龙泡泡的停车座 尽出经费四千万 我们希望在今年年底进行 可以紧促来施舍 因为这条道路已经很久 都不再来受刑 今天非常感谢林县城管长 林县长 率领我们的管副家团队 来看我们水定 博步 是五十四山到四十九山的交接 沿路到瑞隆瀑布 这条路面 我们管长很用心 拨四千万来整顿路面 希望可以带来更多的观光客 目前也都差不多有两三万人 来瑞隆瀑布 所以管长 刚才刚才也说 开一个社民会 也说要买四千五百万 来改善我们这个 入那个球 入味 透过我们的景点 因为路就更好走 希望有一些 有一些残障人士 这样路 跟老人家 路这样比较平坦 比较好走 所以我们很感谢我们管长 而由于头五十二线 沿线纽泽西护栏标式斑驳 无反光导标 管线杂乱 部分边坡无党土墙 防落石网 影响通行安全 沿途也缺乏标示 对于民众的生活 及观光推展 影响颇巨 县府遵争取 前瞻计划经费 四千万元进行改善 预计在八月下旬开工 年底完工 改善后将可大幅提升 通行安全